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另一半张奇牙 在这边 跟大家深圣一鞠躬 谢谢大家这一阵子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几个月 要不是大家的热情支持 媒体和网络 一而再 再而三的 对韩国瑜和我们团队的 抹黑 假新闻 我们是撑不下去的 就是靠大家 我们才撑到今天 对不对呀 所以 我才跟大家说 要重新提 感谢感谢大家 我们有今天晚上 撑到今天晚上 就可以看到明天成功 对不对 这几个月来 不能说自己 从去年开始 我们看到民进党 用1450网军 在网路上 带假消息 尤其到了前一阵子 杨慧如的事情 他说老人的智 老人的什么 智慧比较有问题 大家可以忍受吗 网军不只是抹黑我们的韩国瑜 他抹黑了我们每一个人支持韩国瑜的人 对不对 对 我们能不能忍受 所以韩国瑜在有一次的证件发表会上说 他我们以后执政以后 绝对不会运用网军 在做抹黑的事情 大家说好吗 我们要还给我们的台湾 我们的国家 一个干净的网路空间 为我们下一代 把我们的网路空间 弄得干干净净 好不好 韩国瑜除了会给我们大家一个干净的网路空间以外 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干净的丈夫 因为他说他成立什么组 赫山组 大家 我们自己说 该不该成立特殊组 赫山组可以让这些弊案无所遁形 对不对 对 立案用理我的纳税钱去喂养那些肥猫 我们可以接受吗 好 就可以 在民进党的时候 用人只看颜色 不看专业 可以接受吗 好 所以我们绝对会把我们政府 还给我们一个干净的政府 好不好 好 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 有国营事业的工会来找我们 他说 张院长 只看能力不看颜色 大家说应不应该 所以 我在这边郑重的在跟我们所有国营公营事业的员工承动一次 我们承证以后 我们高阶主管用人 董事长总经理我们绝对 只看能力不看颜色 好不好 好 我们一定让我们国营事业工只要有能力有表现 你就可以晋升到高阶主管 你就可以晋升到高阶主管 绝对不会用没有能力的高阶主管来打压你们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们还给我们一个国家一个网络 干净的网络空间 干净的政府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韩国瑜他告诉我说 张院长 国政顾问团请你们帮我费心 帮我规划几个政策 他觉得这几个政策是对年轻人发展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像什么呢 学贷 就学贷款 在学期间免息 还有毕业以后 没有找到工作以前 不用偿还 这是第一点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还有 在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 有一年的机会 可以出国交换学生 政府负担一年的费用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还有 45岁的公务员 军工教请销 只要你有能力 政府就支持你出国 进修一年 45岁以下的年轻公务员 都有拓产国际事业的机会 大家说好不好 所以韩国瑜 韩国瑜 政策 他说老公 我一定要出来挺韩国瑜的教育政策 因为他在学校教书 他也天天的欣系我们的年轻人 他说 透过韩国瑜的教育政策 一定可以让我们年轻人有更好的下一代可以发挥 所以他昨天在凯道 所以他昨天在凯道出来讲话 大家说他昨天讲的好不好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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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你知道吗 他昨天在凯道讲了那些话以后 今天在网路上 今天在网路上面 加入了网军以后 竟然不认以前的老师 而且对自己的老师 出言不训 语言出暴力的威胁 哭了两个钟头 后来 他还是 他哭了两个钟头以后 他告诉我说 老公 我今天还是要跟你到高雄一起上台 好不好 他说 哭了两个钟头以后 我想清楚了 我在学校教书 我不会计较这个网军 我还是会一本我的爱心 去继续培养年轻人 让他们 我们的下一代 有更好的发展 这个就是韩国瑜所说的 爱与包容 大家说好不好 明天 明天 我相信 我们会胜选 胜选以后 各位朋友 请你用韩国瑜讲的 爱与包容 对待所有 跟我们意识形态 不一样的朋友 好不好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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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念 网路群主里面 写的一首诗 大家请你跟我一起念 四句话 第一句话 我们要找回中华民国 我们捍卫中华民国 第一句话 不信中华换不回 大家一起念一下 不信中华换不回 第二 我们不能容许 弊案继续发生 第二句话 不容弊案尽成灰 大家念一下 不容弊案尽成灰 明天 要英文翻成国语日 好不好 英文翻成国语日 最后一句话 成功宴上甘利杯 好不好 好 我再念一遍 大家跟我念 不信中华换不回 不信中华换不回 不容弊案尽成灰 不容弊案尽成灰 英文翻成国语日 英文翻成国语日 成功宴上甘利杯 成功宴上甘利杯 明天晚上的此时此刻 让我们庆祝胜利 让我们庆祝中华民国 拜出黑暗走向光明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张善政副总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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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